他们从3250公里外的高原来 只为了打一场比赛 而这些孩子 让所有人感受到了真诚和爱 下站东单收关站 那些来自西藏的孩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来自平均海拔4500米的纳曲石比如县 他们甚至没有去过拉萨 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 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 打篮球 他们住的地方只有学校里有篮球场 体育老师拉旺在网上自学篮球技巧 每天晚上带着学生们打球 休息日也是如此 学校的校长也非常支持他们 甚至准备驱车9个小时把孩子们送到机场 可这些孩子们的水平比不上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孩子 他们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比赛大比分就结束了 很快 我看到篮筐下的无忧流下泪水 他决定让孩子们再打一场 于是刚刚输球的孩子们擦干眼泪 立刻投入到下一场比赛里 他们打得比第一场好多了 但还是没有赢下来 甚至主持人说结束的时候 他们没有听到依然在投入的打 但他们的故事还是太动人了 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给对手献上哈达 在音乐里起舞 努力地打球 真诚 是唯一的形容词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梦想和热爱里索取 如果没有得到我们会恨 会放弃 会说这是愚蠢的理想主义 但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像这些孩子一样 他们因为喜欢去做一件事 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有限 但却勇敢地站在这 这个机会是无忧给他们的吗 不 是他们自己赢得到 夏战东丹和周尔丹 今年的主题是比奥 除了西藏的孩子们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球队球员 夏战东丹也走出了北京 更多的女孩 更多的少年 更多不同背景 职业个性的球员 还有郭艾伦丽天荣 杨淑宇这样的职业球员惊喜助阵 其实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个主题 超越身份 超越年龄 超越性别 超越地域 我们在这儿 只是因为想打篮球 这也许是夏战东丹这么多年 依然魅力依旧的原因吧 一群想打球的人 做的一件事 每年 这里都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 但却同样动人 因为篮球 本就有这样的力量